天津全舰将会在8月4日迎来与河南建业的比赛,半个赛程刚刚结束,对于所有的中超球队来讲又是一轮新的比拼, 但全建主教练保罗索萨却在发布会略显遗憾,的发布了两条信息,第一,杨旭因为家庭原因,并不能出现在本轮的比赛中,但索萨支持了杨旭的决定,因为他认为家庭比工作更加重要,第二,维特赛尔可能离对信息得到确认,俱乐部已经收到了其他球队送来的官方报价,近期董事长将会和球队里的工作人员做出决定, 对于全建来讲,杨旭刚刚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,连续两场破门让他找回了自己的状态,却很遗憾因为个人原因,不能出现在比赛之中,而另外一个消息则更让球队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,通过主教练索萨之口我们得知,维特赛尔确实已经与其他球队建立了联系, 作为天津全建的核心盲牌球员,因为他的缺阵,让球队在近期的比赛受到了一定影响,如果他决定离开,那么全建将会以一个外援不完整的阵容打完剩下的半程比赛, 包括之后的亚冠比赛,维特赛尔在之前曾传出有可能会加蒙德加豪门多特蒙德,作为比利时国家队的主力中场,随着比利时在世界杯的高光表现,维特赛尔再度成为欧洲众多豪门想要引进的球员, 多特蒙德,马连都与他产生了飞门,而在维特赛尔最新的动态中显示,他正在海边度假,这种放松的心态与俱乐部在联赛中紧张的赛程形成了很强烈的冲击, 我们无法评判维特赛尔的个人道德问题,但在下窗关闭后与其他球队建立联系,很难讲他的作为对得起天津全剑这支球队,虽然有媒体曝出全剑,对于维特赛尔的合同条款设置存在漏洞,但对于想要离队的球员来讲,一旦下定决心离开球队,即使合同得以修整,也很难改变最终的结果, 天津全剑也不会因为收到更多的转会费感到开心,最终受到伤害的也只会是球队本身,全剑本赛季或许很难获得类似去年的表现,但维特赛尔一旦离开,全剑必然会大伤元气,这种影响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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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